好,我们先讲一下格局的种类 我们是按子平八字来论命的 子平八字的论的格局是有这些种类的 首先是正格 正格我们就是按师生来分 有正财格,有偏财格,有正观格,有欺煞格 有师生格,有商观格,有正印,偏印,比肩格 还有劫财格,这是正格 就是说这个格局它很规整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些这十个格局 但是呢如果是格局的力量很均衡的时候 就会出现变格 变格呢我们一般有砖望格 就是说里面的气都聚于一方 都聚于一方,全都是木,全都是火 就是砖望 然后呢还有气从格 气从格呢就是日主太弱 日主太弱它必须要跟着用神走 这叫气从格 气了日主从用神之格局 还有呢化气格 化气格 我们到后面的时候会专门讲 有一种变格叫化气格 还有其他的非正格呢就是化气格 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的杂格 杂格并不是紫平八字里面的偏重重要的核心 甚至很多都不会提到这杂格 但是有些也会讲到就奎刚格 三天格,金神格,双格 因为它是与它的星来论的 格局呢是在一个八字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打个例打个举 比方就是奔驰车和桑塔纳 那桑塔纳的发动机啦 还有它的配置啦 就肯定不入这个奔驰 奔驰车 有时候呢我们看到 有一个路 可能呢开桑塔纳你去呢 反而更快 就是说更方便 因为它绕来绕去 就是钻小道什么的桑塔纳更灵活一些 但是如果是 比如说你从北京开到上海 长途车 长途开车 你会发现坐奔驰就相当的稳 坐桑塔纳呢 你开到一百公里之上 就会感觉到发飘 发飘 所以呢 这个整个车的这个背 整个车的这个配置啦 还有呢 它的发动机啦 轮胎啦 各种的配置呢 基本上就是让我们 类似于我们这个格局 有些格局呢 它就是配合的相当的稳健 相当的稳健 可以走得非常的长远 有些格局呢 它就是走比较野路子 走比较野路子 所以呢 这时候你很难说这个格局就一定比那个格局要好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八字 找到它的格局呢 上面就是要去找它的用神 比如说这个八字比如 你这个八字它是一个背驰车的八字 那我们就让它好好读书啦 好好去从政当官 或者在大公司里边 去温永渐渐的走完这一生 如果是它的这个八字抗值比较 比较野一点 比较野一点 可能就比较建议它去做投资啦 或者是做从事风险大一点 因为这个八字可能不是特别喜欢特别稳定的一个情况 它比较喜欢挑战自己 就是这样一个八字的一个格局 你很难说 所以呢 就是说包括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身体 通过一个八字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身体的情况 有些一看八字它就很均衡 它很均衡 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就会比较稳定 但是有些八字你会看到它气偏某一方 欺骗某一方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八字很多时候 它可能会这么一条路走上去 但是突然往下走 就会突然的就跌倒了 跌倒起不来 什么算是一个好的八字 什么是一个好的八字格局了 我想不同的人的理解不一样 有的人就喜欢大富大贵 有些人呢 就他一时无忧什么都不干呢 他们觉得就很好 像有些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是觉得这一身有适应不停的拼搏 不停的成交之类的好的格局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八字能够平平稳稳的 平稳稳的走完这一身 这一般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八字的格局 今天到这里 大笔